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我是李國慶 今天要和大家講的題目是風雲色變 顏色就是顏色,不是平常講的顏色 風雲色變,大家聽到顏色字,今天的股市有點偏遠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的表現 全日恆子跌了221點,收報26,048點 注意今天曾經跌破過26,000關口 成交不過不失,784億 好了,今天港股最主要是受到外圍 昨晚美國聯儲局公佈7月議息會議紀錄之後 美國的債息、息口變化的影響 昨晚聯儲局會議,我今天經濟日報那篇文都跟大家講 一定要注意,因為市場最關心的東西 就是究竟美國會不會在9月份減息 究竟會減多少呢 我先不講會議紀錄,先講私家市場的看法 因為根據美國利率期貨顯示 現在估計9月份是會減息的 不過,一個禮拜之前,市場估計會減息 0.5厘的機會率有兩成左右 現在就沒有了,只是會減息0.25厘而已 即是減息一次,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市場一直都在懷疑聯儲局裡面很分歧 即是有一些人希望減很多息 即是特朗普不斷支持 其實他會說,鮑威爾就說要逼他減息 即是經常說,鮑威爾如果你肯減息的話 美國的經濟就會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啊 還有呢,又講到說現在呢 很多美國的競爭對手呢,就很低息的 其實他所指的就是歐洲、日本這些超低息的 美國就應該好像他們那樣,就大幅度減息 其實昨晚呢,德國發行一個三十年長債 多少利息呢?是零利率啊 票面息是零息啊,這樣發行啊 特朗普看到德國可以發零息債券 哇,流了口水啊 即是不停地叫鮑威爾,減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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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啊,特朗普啊,要減很多息 那但是呢,另一方面呢 也有一批理事呢,就是反對大幅度減息的 他們的理由呢,就是說 美國的經濟不錯啊,幾好啊 特朗普你都經常說,經濟很好啊 現在經濟是什麼啊,最好的時候啊,什麼什麼 那既然經濟那麼好,為什麼要減息呢? 那當然支持減息的那些就是說 嘿,現在沒什麼通脹,應該要減息啊 但是,反對減息的那些就是說 經濟那麼好,為什麼要減息呢? 那兩邊呢,所以呢,其實是很大分歧的 就是說聯儲屋裡面,其實呢 十名理事呢,其實都幾分裂的 有兩三個呢,就是說支持呢,大幅度減息 也都有兩三個呢,是反對減息的 那你得投票的可以十個而已 每邊都去了這樣的時候,那未必是比較分裂 所以市場呢,昨天看完那個 那個議息紀錄之後呢,發覺呢 是,這個 市場的估計 局內是很分裂的 的而且確是存在 這樣呢,就會搞到呢,大家呢,認為 啊,來近九月份 大幅度減息的機會 就降低了 怎麼會一次過減半尼呢 是不是呢,裡面那麼分裂 因為有一批很不願意的嘛 那呢,又不減的,又不會 因為有一批也都很支持 要強烈大幅減息的嘛 所以結果呢,就是出來那個 大家的看法呢,就是 只是會減0.25尼息的而已 那減0.25尼,如果你說 從會減息的方面來看 都是好啊,會減的 不過市場就是,其實抱有比較高的期望 就是說,希望他大幅度減息的嘛 為什麼呢,特朗普就說 希望啊,聯儲局是什麼呢 在短時間之內 減1.25尼 其實呢,美國 最終會不會減到1.25尼息呢 是會的,不奇怪 不過,當然 就不是短時間啦,他就要 不停會繼續施壓,某個程度 大家都知道,明年才是 美國大選,特朗普 現在不停施壓,一路減減減減 去到明年 他要大選的時候 才減到1.25尼,就剛剛好 那就確保他經濟 是強勁的嘛 那現在聯儲局利率呢,是2.25尼 如果真是減1.25尼的話 那就只剩1.25尼息 1.25尼息呢,在特朗普的角度來看 相對歐洲和日本,都是很高息的 但是如果在美國其實經濟狀況 其實都比較強勁的情況下 1.25尼息就叫很低 那,所以如果真是會減到1.25尼息的話 不是說今次啊,不是說今年啊 是一路未來 所以大家可以預期呢,其實呢 那些債息都是繼續會跌 那所以呢 昨晚有一個,他公佈完之後呢 有短暫時間呢 就是那個10年期的那個債息呢 又是去到低過2年期的債息 很短暫而已 一出現這個情況 是在一個星期之外出現了 兩次,反應就是什麼呢 越來越多人相信美國呢 是會暴入衰退 那債息這樣就是反應暴入衰退嗎 某一個程度是 因為其實呢 你一路的息落呢 吸市場一個信號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經濟不行 所以才要減息嘛 那這個是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啊 植勒 他的看法來的 他認為呢 其實你不停地 就是總統逼聯儲屋減息的話 其實相反就會給予市場的信號 就是美國經濟不行 所以才要減息 不行就是會什麼呢 怕會衰退 那所以其實現在的信號呢 就很mixed 那對美國來說呢 減息始終對它有利 但是呢 出現的一個信號 就是說會 經濟可能會衰退的話 打擊的不是先打擊美股 是先打擊什麼呢 就是先打擊新興市場 打擊新興市場 所以香港港股今天呢 又滾一滾 那也都令到什麼呢 那些債息變化都會令到呢 就是說 美國的美匯指數變化 今天人民幣又跌了 那所以 港股受到影響了 那各方面的 先看看那些圖來看 那昨晚公佈完之後呢 短暫來講 曾經十年期債息是跌破兩年債息的 那大家看看這幅圖 美國十年期債息圖 現在這一刻呢 是1.59里 那它現在的息呢 就高翻過兩年期債息了 兩年期債息1.57里而已 那但是昨晚 昨晚的時候 短暫的時候呢 就是曾經倒掛過的 都挺害怕的 那大家繼續要留意啊 短暫會不會再出現這個債息倒掛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要留意這個人民幣匯價 今天人民幣就偏遠了 在岸價呢 跌到去7.0828 那這些都是邁向7.1的 那就是當然了 不利中之股 那所以呢 一方面就是怕這個衰退 另一方面人民幣下跌 那怎樣呢 港股結果今天呢 就看一看 曾經最低見過25,977點 就是26,000曾經跌穿過了 而這個今天的低位呢 較這個反彈所謂裂口那個位 裂口底 那天最低25,994 是稍微低了一點 那小心 明天不要裂口下跌 為什麼呢 萬一明天裂口下跌 又補不回裂口的話呢 上高這四天怕它變成倒營頂 那之前 8月12號到16號這四天 是倒營底 然後做了四天在上高 如果明天裂口下跌 變回倒營頂 那就會令這個倒營底呢 反彈的力消失了 那本來我今天星期一 和大家講的題目是 恒指倒營底的嘛 是吧 300兵上升的嘛 那怎知道 彈到上來 升不穿26317 沒有辦法 將它轉了做綠燈 只是繼續黃燈 現在黃燈 如果明天 是 小心 裂口下跌 又補不回裂口的話呢 那你要小心 這個黃燈訊號呢 隨時有機會 轉回做紅燈的 那上次星期一的時候 和大家講 不一定要 就是說跌穿這個 24,900才轉紅燈 如果跌穿呢 8月16號那個低位呢 是25,314點 25,300左右 都會轉紅燈的了 所以明天裂口下跌 如果真是裂口下跌 要很小心 希望不會出現 那如果真是好景的話 它就應該在這裡 還幾天之後呢 就做一個右肩 然後呢 就什麼呢 就衝上去 這樣呢 就可以轉了做綠燈了 那我們要留意事態發展 好了 內地股市呢 人民幣跌 但是它呢 都是一路 就是 今天就沒有大跌 不過也都一路 升不穿這個 下降軌的 一路好像很好這樣 但是你都無力上穿 所以是沒有辦法 轉了做綠燈的 內地股市 沒有辦法轉綠燈 還有少少有機會 跌下去的感覺 大家要注意 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 其實美國的債息影響到 市場對新興市場那些會有擔心的 因為那個呢 就是會不會出現這個 衰退的資金 流回到美國的債市那裡 你看看韓國故事 本來它都升得好 今天呢 回回來 試一下呢 這個前浪頂 8月14號高位 大概這個是1952 今天呢 收1951 今天收1951 這一天高位 1952 今天收1951 稍為跌穿了一點 跌穿了一點 跌穿了一點 站得穩 彈上去 沒事啊 當然 對港股的反彈 都會有利的 相反 韓國股市 可以作為一個參考指標 如果它滾下來的話 那你要小心 你要記住 這個就是代表其他新興市場 都是會受到影響 那港股呢 就很大機會呢 就會可能滾下來 那所以 請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韓國這個走勢 看看和港股呢 會不會相印證 韓國如果彈上去的話 港股呢 就有運限 相反 如果韓國跌下來 恆子呢 就有機會呢 就是出現一個 回回來 如果是出現這個倒營頂的 就更加不利了 好了 總結而言 港股現在受到這個外圍的影響 那 就 風雲色變 那個色呢 就是色口的色 那 大家要留意著 走勢 特別是甚麼呢 明晚 星期五晚 Jackson Ho開的央行年會 看看鮑威爾 那些人又有甚麼說 好了 今天分析就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